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中央近期多次提出要令到楼市止跌回稳 并推出多项措施救市 包括降低首期比例 下调按揭利率等 广州 福建 泉州等城市 宣布全面取消限救 深圳等地就放宽限救条件 深圳星期五开始举行为期三日的房地产交易会 有过八个新盘量上 有鄰近城市的民众也打算到深圳置业 也是因为看到现在有好的政策 因为搞活动嘛 所以就是专程过来 深圳在10月第一个星期 全市新楼盘售出一千八百多个 认购量较去年同期多超过六倍 二手楼也都成交一千三百多套 较去年多三倍多 据内地传媒报道 楼市近期回暖 深圳部分二手放盘陆续有业主反价 加价两百万到五百万人民币不等 对于楼市长期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整体在下降 房价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 要扭转楼价长期下降的趋势有一定难度 今天是重阳节年周末三日假期的最后一天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下午4点开始出现出境高峰 夜晚大约7点回复顺畅 大桥珠海口岸说 出境前往港澳的小客车 排队时间大约需要25分钟 口岸实时监控画面看到 距离查车点大约150米 和大约350米的位置都出现车龙 珠海方面估计高峰时段会直到午夜12点 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最新的训练片段 画面又针对台独的意思 强调解放军全天后被战 官媒也发问批评台湾的乃清德 是无实的战争引爆者 影片是星期日发布 主题是枕锅代弹 意思是保持警惕 随时准备战斗 影片展示解放军海陆空 和火箭军多种武器装备 东部战区说 部队是全天后代战 随时能战 片段中出现的枕锅代弹大战 弹战中间一环以台湾地图来代替 好像将整个台湾包围 另外台湾的军方说 由星期六到星期日清晨 一共发现10亿架解放军军机 8艘解放军军舰等在台海周边活动 央视同日发表评论 说台湾的乃清德上台之后 就蓄意推动平民武装化 批评他说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的言论 挑衅意味越来越强 不断宣扬分裂主张 形容赖清德是冒实的战争引爆者 评论说近年台独每挑衅一次 大陆方面的反制就推进一步 而且力度越来越大 强调反制是正当合理 合情合法 表明对台独决不容忍 央视同新疆外事办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 一大一路如新疆星期一开始播出 节目会一年四日播出 新疆外事办说 节目主要介绍新疆如何发挥国内国际市场联动优势 和一大一路完善国家进行互利合作等等 又说希望透过节目进一步推动新疆的对外开放事业 为落实共建一大一路畅业 贡献新疆力量 神舟18号航天员是中国太空站驻留接近半年即将翻回地球 神18三国航天员近日继续在太空站进行多项训练和试验 包括填写努力负荷和疲劳量表等等 为太空站任务长期载人飞行 对航天员操作效能影响研究收集数据 另外也接受医学检查等 神舟19号计划在月底星空 在中国太空站完成交接之后 神18就会翻回地球 一火被形容是六万年一遇的瑞星 在近日最接近地球 内地多处都观察到瑞星影像 专家说到月底之前仍然是最佳的观察时机 星期六挨曼日落木内 一火瑞星画过黑龙江北极村的天际 这火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去年年初观察到的瑞星 并且命名为紫金山阿特拉斯瑞星 它在星期六的时候最接近地球 而肉眼观察时间只有大约10分钟 错过了还有机会 专家说是今个月26号之前 仍然是最佳的观察时机 在太阳落山以后的西方地平线附近出现 它最好戴一个双筒望远镜 然后提前通过各种软件查好彗星的位置 然后有目的地进行寻找 瑞星是由太阳系形成初期留下的冰冻气体 岩石和陈埃组成 在中国古代 由于瑞星的形状 好像甘草扎成的扫把 所以被视为是扫把星 古人曾经认为 它的出现是不祥之兆 而到了现代 瑞星就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有利于了解太阳系早期发展 这次《时子中国》说到这里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